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留言很多 我说实在话 我们节目主持人 大概就是大家 大家都是节目主持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节目的一部分 那在这边待久的朋友都知道 有时候前我一开场 还有留言说嫌我唠叨 这个没办法吧 对不对 我们就是靠嘴吃饭的 对不对 那有人不靠嘴吃饭吗 好了 言归这段讲讲今天的经纬点评 今天我们要点评的是一个人的性格 我想我们从小到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 兄弟姐妹 有时候两个兄弟 他们性格不一样 对不对 长得很像 甚至双胞胎 他们性格都不一样 当然性格的有一部分是因为遗传 有一部分是后天造成的性格 那当然今天为什么要讲一个性格呢 因为性格决定一生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性格乐善好施 那就圆外命嘛 对不对 就是大家对别人都很好啊 自己情愿过得差一点 但是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当年的汶川大地震 我记得当时我在原来电视台 不好意思要插花一下 我非常感动的一幕是 我看了一部非常破旧的日本车 一个年轻的女性带着她妈妈 她们俩来到当时我工作的电视台 来干嘛呢 她们来捐钱 捐多少钱呢 我说实在话 她们捐的钱呢 可以再买一辆新车 但她们开那个老爷车 可能送你你都不要 所以我当时在旁边看到之后 我真的是能感觉到 性格决定一切 物质可能对她来讲不算什么 但是当别人有难的时候 她那种捐款那种金额 我都意外到她拿那个钱如果去买一部新车 不是很好吗 但她捐了 对不对 性格多重要 所以我觉得她那种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慈爱 对我对她肃然起敬 虽然第一次见面 刚好她到客服部去捐款 我真的蛮感动的 好那就讲到谁呢 会让大家感动 那当然是美国大统领 特朗普先生 话说上个礼拜天 前两天美国时间 就等于我们的 昨天 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 一个民主党的拜登 一个共和党的特朗普 他们去哪呢 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那先讲拜登 拜登呢 因为有信仰 所以礼拜天呢 他去这个教堂 做这个弥撒 做一个礼拜 然后呢 去这个教堂 叫做呢 不能乱讲的 他去的教堂 叫圣约社 圣约社教堂 拜登跟家人去了 那大统领去哪呢 大统领去了一个地方 是他上任至今 去过296次的 戈尔夫球场 对不对 他上任至今 还不到四年 对不对 去了296次 一年52周 那也很拼 表示有时候 一个礼拜还打两场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忙 你可能没打 他打两场 所以他去了296次的 戈尔夫球场 打一场戈尔夫 当然在这个当中来看 大家说休闲礼拜天 有人爱上教堂 上教堂 有人爱打球打球 但是 就在此时此刻 美国政坛 来了一个重磅炸弹 这个重磅炸弹 有些人或许说 这是一种选举操作 有些人或许说 哎呀 这个就是刚好timing 对不对 碰上了 此话诚说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 从政的时候 在当商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律师 这种律师 凭良心讲 不是我们一般的律师 他们专门是替这种 有钱大老板 服务的律师 那因为大家做 大生意的朋友都知道 有的时候你要 并购一家公司 对不对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个 签一个合约 带着律师去签约的 因为譬如说金额非常大 当然有一些疑难杂症 要律师帮忙去 瞧一瞧 处理一下 这个当事人不方便出面的时候 律师去瞧 那这个律师 特朗普的律师 叫什么名字 他叫Michael Michael 麦尔克肯恩 那Michael 最近出了一本书 他这本书的标题叫做 背叛 标题背叛 下面写回忆录 对不对 谁背叛谁呢 当然我想不是Michael 背叛了特朗普 对不对 一定是谁背叛谁 好书里面我们就来讲 他书里面形容 这个特朗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书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 第一 这个书里面有讲到 说特朗普是一个骗子 诈欺的 他是一个种族主义 他是个掠夺者 他是个说谎的人 也是做舞弊 他就会舞弊的人 看起来好像全是负面词 对不对 照讲这种律师他们的待遇都不低 你跟他大老板 说句不好听就是 专属律师 一天到晚帮他弄这个弄那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待遇一定不差 年薪如果在美国这种律师 大概我看 没有个80万 要个100万美金 他大概要这个年薪 不然不干的 甚至可能更多 如果你去瞧一些 比如说 某一个脱衣服女郎 说跟你有一腿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你怎么办 你就要找你的律师 去封口 对不对 封口 那这个Michael 以前就干过这个事 那替谁做过这件事呢 书里面就讲了 就是他的老板 对不对 去封口 这个叫那个脱衣服的 你就不要讲了 封口 但是封口是要给钱的 封口不是真的用交给他 黏上 是用钱堵住他的嘴 好 还好 目前都没人封我的口 不要乱讲 好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在这个里面呢 就讲到了这个 这个他第一个 他说 但前面把他给 给数落了一下 他就讲到了呢 实际上 他讲到一个非常严重 这两天在美国啊 很多舆论甚至军人退伍军人协会啊 美国国防部长 美国退伍军人部部长 都对这些事情非常关心啊 这个话说是在一个叫大西洋报 刊登出来的 刊登什么呢 说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个一战结束100周年的时候 当时在欧陆战场打一战 对不对 在法国战场就有一个这种 类似这个军人公墓啊 这个英雄公墓 就一战的战士 当时打死就葬在法国一个公墓里面 那距离巴黎多远呢 开车90分钟行程 好 那那个纪念活动非常大 因为一战嘛 那么多国家参加 大统领呢 也赴约啊 去了 对不对 一起悼念啊 这个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 因为是1914打到1918嘛 那刚好是2018啊 那在那一天呢 原来有个行程 是要去那个墓园啊 这个致哀啊 献花 但特朗普没去嘛 他的理由是因为那天下雨 这个直升机呢 有飞行安全理由 所以这个大统领啊 那天就留在大使馆 没去了 没有去啊 但是事后这个爆料是因为呢 大统领说啊 天气那么差 会把他头发弄乱 所以他不去 对不对 那结果这两天 美国报纸多坏你知道 弄了一大堆照片呢 都是大统领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他没去啊 可能是别的场合吹乱了 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就描述说大统领这个不但没去留在大使馆 在大使馆参观的时候呢 他看中了两样东西 就是开国当时啊 这个开国元勋啊 富兰克林的半身雕像 因为当年富兰克林在这个美国独立运独立战争的时候啊 因为不断的要寻求法国的支持嘛 就经常在法国往来 所以呢 那个大使馆保有他一个半身雕像 那个都是算古董级的啊 大统领看着很喜欢 还有营气 他就说呢 我要带回白宫 听说当时大使馆 美国驻巴黎 法国大使馆的员工啊 大家都 无语啊 惊呆了 因为这个在那边放了那么长时间 对不对 两百多年都放在大使馆里 他说我带回白宫 然后呢 大使当时也愣了 他就跟大使说 你不要担心 我六年后还你 就表示他做两个任期嘛 对不对 一个任期四年 当时做了两 刚做两年 对不对 他就说我六年后啊 我还你 那大使 后来也不敢不给啊 对不对 大使谁任命的 总统啊 大使是总统任命的哦 美国是这样 因为为了酬庸一些 对政治有贡献的人啊 所以美国驻外大使当中 一半是外交系统 另外一半是仇庸 比如说你曾经 家财万贯 对不对 对整个竞选 募款有功 然后呢 反正你不缺钱嘛 对不对 就缺民嘛 好好好 给你任命一个住什么那种 某国的大使 对不对 让你过过瘾 走出去 大使 对不对 第一张名片 大使 那个仇庸性质的有啊 蛮多的 美国还蛮多的 好 那回过头来讲 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呢 本来人不知鬼不觉 拿古董也不知道 什么天气不好 不能去 也不知道 而且他当时啊 骂这些 在一战 这个美国有派路战队去啊 死在那个法国嘛 所以葬在那里 所以他要去献花 他说这些人是loser 失败的人 对不对 就把人家劈了啪 骂一顿 人家是英雄 不管今天这个战争的对与错 这些军人奉命奔赴沙场 对不对 战死了 就他骂人家loser 这个事情啊 这个律师听到了 他写在书里 他写出来了 他说他当时就听到都傻了 他在骂 好 那当然这些事情啊 这两天他就否认了 后来 那记者就问他说 你有讲过吗 他说啊 这个Michael啊 这个律师啊 是有 他是个罪犯 他的律师资格被吊销了 所以这种人的话 你们能信吗 他是用这种谣言啊 来博取他的这个 为了卖书嘛 对不对 骂了半天 当然 当然他这个律师啊 会被吊销执照 他大概前前后后 有好几次出在 问题出在哪 第一 他本身漏税 美国这个 抓漏税 抓得很凶啊 第二 他到国会作证的时候呢 他讲谎话 伪证 对不对 当然呢 他似乎还涉嫌呢 给某人 封口费 这些逼里巴巴之后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道德问题啊 他被这个律师协会啊 吊销执照 但吊销执照 事实还是事实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 还讲的最有趣的 说2008年 当时欧巴马当美国总统 对不对 听说大统领啊 就在骂 你们告诉我 哪一个国家 给黑人来 来管理的话 是不是都是一个粪坑 他说任何国家 他应该说 任何国家 只要给黑人管理 就是个粪坑 他意思说 美国就完蛋了 对不对 他说你看 南非 那时候曼德拉 对不对 他说你看 就把南非 搞成像个粪坑一样 侮辱了曼德拉 侮辱了有色人种 对不对 就种族歧视嘛 那当然呢 他甚至当时 在做一个节目 各位可能还记得 就是很多人嘛 来应征啊 他演大老板啊 那个真人秀 他就说 哇败啊 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 他当时有一段戏 他就雇了一个 一个非洲裔的人啊 体型啊 跟欧巴马 大概有八成雷同 那这个人呢 穿着西装上面呢 也像总统一样 要别一个国旗 但是他用侧面 他没有用太多正面 然后特朗普呢 坐上放一本书 书的封面上面写 欧巴马 对不对 然后呢 在那个桥段当中啊 他就修了这个人 然后最后把他给 file掉 对不对 这个种性格哦 你各位觉得 是不是很好笑 对不对 他就想方设法 等于是 在把现任的欧巴马 给羞辱一下 你看最后把你给file掉 你能力是不够的 当然了 他本人啊 也蛮糗的 听说2016年的时候啊 快有选举到后面 他其实没把握会赢 他认为那时候他大概会输 会输给夏阿里 听说呢 他就叫他的秘书啊 跑去找普京 说呢 我准备在莫斯科啊 要盖一个特朗普大楼 对不对 那个顶层呢 就送你 送给你啊 那条件是什么 天下那白痴的午餐 对不对 各位一想就知道啊 是你们最近呢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开发案 我来承包 帮你们做开发商 对不对 所以他的律师觉得啊 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啊 就是唯利是徒 有奶就是娘 他没有什么国家 什么民族啊 什么那种义士 对不对 听说在整本书里面啊 这个他的律师Michael说啊 他觉得全世界 他只崇拜一个人 那人叫普京 崇拜的理由是什么呢 普京能够把俄罗斯的媒体 跟金融业都搞定 对不对 他觉得这两个 那个普京都搞定了 所以他觉得特别羡慕 他说如果一家公司 让普京经营啊 那非赚钱不可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上面 就是说 他对那种追求啊 特别的那种 只要金钱 一切都无所谓啊 对不对 管你这个人钱怎么来着 你会赚钱 哎呀你就是我的祖师爷 对不对 我就跟着你 好 那当然呢 这个整个过程中 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性格不断的变化之下呢 甚至 对 这边还讲到 他的律师说 在2016年大选 要投票的前两天 他呢 在纽约 有个川普大厦 他就把那个牧师啊 他们那些教会的人啊 找了一群人 来他办公室 干嘛呢 让大家的手放在他的身上 按在他身上啊 一起替他祷告 助他高票当选 结果这些人就帮他祷告 他叫人家来 帮他祷告 祷告完以后 这些就现在大家都走了啊 他跟他律师说 你信吗 你信这些人讲的话吗 这个你又叫人家来帮你祷告 回过头来 你又讲说 你信吗 你信他们刚刚讲的话吗 对不对 那你还找人家祷告什么办 对不对 所以哦 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微妙 大选的前夕 这本书的出版 可以这个有人说 会不会对选举朝成冲击 至少美国军人 在最新的民调当中啊 支持特朗普跟拜登的 43%拜登 36%特朗普 换句话讲 有些还没决定 但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已经对特朗普 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如果是个军人 他对一战阵亡将士的态度 你这个票怎么投得下去 对不对 你怎么投得下去 虽然这个你是军人 但是选举是完全一个人 自由意愿的 当然呢 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 他是极力否认 说的完全是谎言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 如今的美国真的是 问题多多 因为昨天我们谈到 美国是不是要即将发生内战 当然这个我们是不愿意见到 因为美国真的发生内战的话 那是全世界跟着遭殃 但是如果美国在未来四年 还是大统领继续担任总统的话 哎呦我都不知道这个 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想到多 哎呦我真的是不是会算命 但各位想想看 如果再做四年 会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喜欢我的节目朋友 一定要订阅 对不对 订阅你就会赚到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是您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好